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仙人掌盆栽 我们先来做最大的一对仙人掌 在确定中心点之后 用刀划出仙人掌的纹路 一定要记得戳洞洞 这样才会更加牢固 这个仙人掌的刺 我们也用小洞洞来表现 再用相同的方法制作一个小的仙人掌 它身上的刺 我们用白色的水笔来点缀 接着再制作一些其他造型的仙人掌 这个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仙人掌 记得多做一些 接下来制作花盆 我们用混色的沸泥来填充花皮内部 在上面填充一层薄薄的咖啡色黏涂 最后落流角刷 刷出泥土的纹理 现在开始来组装做好的仙人掌 记得从大到小 从前到后的组装顺序 再捏一些小小的仙人掌放上去 增加层次感 最后再做一些五流六色的花朵点缀 做几个小蘑菇 我们的仙人掌盆栽做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各类面包的黏涂做法 菠萝包 牛角包 把棍 甜甜圈 泡芙 冰淇淋 用色粉上个色 再捏一些化糖粉 刷上亮油 超有食欲的面包 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